現在我有冰淇淋 我很喜歡冰淇淋 這個冰淇淋名呢 在幾年來可以說是幫冰淇淋的業者創造不少的效益 John Cena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創造出了三次全球性名化的男人 他的名字呢 就是 早上還外 現在我有冰淇淋 我很喜歡冰淇淋 但是 ZACK LAB 才知道 比冰淇淋 出局ZACK LAB 我最喜歡 好了這回講的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大叔呢 就是John Cena aka趙喜娜 他原本是一位政經水餃界的傳奇巨星 也是一位快嘴說唱歌手 還是一位好萊塢的電影演員 曾經出演過多部作品 同時呢 他也是多個名的源淘 沒錯各位 今天我們要聊的故事呢 就是 其實各位如果是像老查我一樣的七八年級生啊 應該要都對John Cena這位摔角選手感到不陌生 像當年老查我國中的時候啊 班上的男生啊 我們每天下課在聊的啊 都是世界娛樂摔角 WWE 每天下課的時候都跟同學在那邊練習摔角招式 什麼十字固定法啊 金碧鉤 RKO 金肉旋風等等 當年的國中生呢 沒有自衛星手機 所以我們下課都在玩這些 所以老查其實我很早呢 就有看過John Cena的摔角表演 他的招牌手勢 You can see me 至今都還記憶留心 但在那個時候的老查我呢 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會從他的口中聽到 冰淇淋 真的 這個冰淇淋名呢 在幾年啊 可以說是幫冰淇淋業者 創造了不少的效益 看著一個外國的標形大漢 手上拿著一支 冰淇淋 講著一口看似流域 但其實文法超貴的中文 速度有幾千就 比冰淇淋 速度有幾千 速度有幾千就 我最希望 宣完中文甚至還不忘來一段 因為時間 準備 一二三 兩個禮拜以後 速度有幾千就 兩個禮拜以後 速度有幾千就 這個影片一釋出啊 不只在華語圈 在全世界都掀起了不小的討論 因為以往啊 John Cena 雖然已經有釋出過一些 參雜著中文的影片 你好 我是John Cena 他是我的朋友 Jimmy Fallon 看得出來他非常心裡有在學中文 但這支影片呢 因為中間那段結巴 加上後面的音樂事件 實在是太有喜感了 很快就造成了瘋傳 很多人呢 都在爭相模仿這個冰淇淋 很快的就變成了一個名傳開了 更被後製成了許多版本 像是一首歌 或是被放進一些有點母湯的動畫裡面 所以現在是因為事件 甚至還被外國網友意外的發現這個 Been Chilling 的語音檔 超多的被放進Steam上的一款射擊遊戲 Ready or not 的遊戲目錄當中 這原本可能是遊戲製作商 他們想要放的一個小小名彩蛋 除不知這個消息傳到牆內 中國之後 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議 歐美網友說John Cena這個Been Chilling 的影片 可以增加他的社會信用分數 所以中國的網友們認為 這是一個帶有歧視的名 因此遊戲商夾雜 Been Chilling 的這個行為 又觸碰到了部分人生的敏感神經 許多中國網友 紛紛到Ready or not 的遊戲評論區 留下了大量的負評 還因此鬧上新聞掀起了 美中兩派網友的論戰 但國外確實有很多奉勢John Cena 的名 而我們的趙喜呢 之所以會釋出這段中文學評呢 最主要就是為了宣傳他參與主演的電影 《玩命關頭9》 中國用名速度與激情9 沒錯 就是那部整部啊 都在用Family發電的電影 《玩命關頭》這個系列 在近年來的系列電影當中 時常引領著流行物化以及潮流 電影當中有的帥到不惜的跑車 辣到不惜的美女 還有撞到不惜的大隻佬 可謂是真正的速度與激情 在全世界都有著非常眾多的影迷 每一集都很賣座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系列 開始一路拍到第9集 而其中《玩命關頭》的說 海外市場當中 票房最高的就是中國 從最新的資料來看 《玩命關頭9》的中國票房 就有1.36億美元 這也難怪John Cena會拿出他的招牌中文 來為《玩命關頭9》做宣傳 除了這個冰淇淋視頻之外 他還另外錄製了好幾個視頻 一樣 全部都是在宣傳 但是如果你問我John Cena 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歡冰淇淋 答案是肯定的 除了在許多場啊 都可以看過他手拿冰淇淋之外呢 他甚至還推出過自己的冰淇淋 所以由此可以證明 他是真的很喜歡冰淇淋 沒有說謊 我很喜歡冰淇淋 但是其實這不是John Cena他第一次被冰淇淋化 只要在他還沒開始說中文之前 他就已經創造出了多次的冰淇淋現象 首先就是那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3不5時就會突然報應的John Cena專屬BGM The time is now 如果大家以前有稍微關注過摔角 或是你純粹網路用的比別人還多 那應該對這首歌都不會感到陌生才對 但當時的迷淋玩法啊 多是把一些人的自我介紹 或是要說到一些人名的時候 很突然的接上你 John Cena 這樣能不妨的給了一個John Cena 就是這個迷淋的特色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Cena 算是還蠻常見的一種釣魚 而台灣這邊開始流行這首歌呢 最早最早啊 是從一部 自2014年3月11號上傳的 John Cena 惡作劇電話開始 這邊老巢簡單提要一下 其實會有這通惡作劇電話呢 是因為美國一位先生不滿妻子 不准她買WWE的節目來看 因此要請當地的早晨廣播節目 來惡整一下自己的老婆 希望我有一個人夫老巢 我得說 這真的很有耶 Wow man 你很有齁 於是就出現了以下這個錄音檔 Hello I have just one question for you Are you ready? Am I ready for what? Who's this? Are you ready for this Sunday night When WWE champ John Cena defends his title In the WWE Super Slam Right now you can earn this awesome pay-per-view event For just $59.99 I'm sorry No there is not any chance in hell That we're ever gonna have wrestling in this house again But thank you But no Have a good day I have a good day 節目組成無所不用奇蹟的打電話給他老婆 推銷這個 Super Slam And goodbye to anyone standing in John Cena's way 而且變化非常非常多 直到第五通電話呢 他老婆已經快瘋了 但是節目製作組仍然不放過他 I swear to Jesus If this is those wrestling f**ks again Okay good morning Hi I'm just calling this morning to ask if you're a suppor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Oh my god I apologize We've been getting calls all morning I apologize and yes Yes I am Great are you a supporter of the Marine Corps? Yes absolutely Good Great Because a former decorated me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needs your support And his name is John Cena And we're gonna get in the ring and put boots to asses This weekend Are you kidding me right now? 這個影片在當年非常非常的紅 應該蠻多人看過的 中文翻譯版本的點閱率至今也已經累積到759萬 而他個人第二次被迷惑則是這個 但是這個迷的起源跟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John Cena 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前一次的迷因實在是太紅了 因此還有節目製作組特別設立一個企劃 邀請多位John Cena的粉絲來拍攝一個假廣告 要粉絲們在John Cena這個大部幕面前介紹John Cena 並且模仿出那個迷因介紹詞 嗯哼 Ladies and gentlemen John Cena John Cena 但是後來不知道的是呢 真正的John Cena就躲在這個布幕後面 許多的粉絲在主持人的引導之下 都很投入這個企劃 紛紛的把自己對John Cena的愛表露無遺 這也讓在後台看著這一切發生的John Cena 非常非常期待接下來要登場的一瞬間 WWE He is amazing Anything that I can do to meetJohn Cena I would risk a limb to meetJohn Cena John Cena was here right in front of you What would you do I would be yelling John Ce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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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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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主城問到其中一個小女孩時說 如果要用動物來評語的話 你覺得Johnson會是一隻什麼樣的動物 小女孩回答 - 肯定是一個豬 因為他肯定是用的眼睛 - 他肯定是用的眼睛 - 肯定是這樣嗎 - 肯定是這樣嗎 - 肯定是這樣的嗎 - 肯定是這樣的嗎 網路上就出現了綠幕版本 什麼都可以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由之可見 John Cena根本就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迷因素材 從他被變成迷因 然後為了這個迷因去進行一個活動企劃 結果又意外創造出了另一個迷因 台灣網友因此稱 John Cena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創造出了三次全球性迷因化的男人 而且這個紀錄還在持續更新當中 其實從剛剛那些影片當中 不難看得出來John Cena的粉絲們有多愛他 以及他有多愛他的粉絲 在John Cena的工作之餘呢 幫粉絲圓夢以及做工藝 就是他最常做的事情 他的存在確實給了許多人的勇氣以及希望 也許許多不常看摔角的人 會認為美國的摔角招式都是套好的 劇本則就已經寫好誰輸誰贏了很假 因此他對摔角手都有一種誤解 然而這是事實也並非事實 老超認為這種摔角看似簡單暴力的運動 其實是非常不簡單的 因為摔角並不是比誰先把對方打到留誰 要把對方直接KO到昏倒的拳擊或自由搏擊 而是想通過自己花時間去訓練出來的絕招 招牌技去施與對方 同時要用自己辛苦練出來的體魄 去接下對手每個招式的演出 而這中間的摔啊、拋啊都是真的 要在這個力量與力量之間的碰撞 拿捏出一場精彩的對戰 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John Cena他在這種環境跟條件之下 還是拿下16次的世界摔角冠軍 而你要說他有什麼特殊的背景嗎? 其實也沒有 在John Cena 1999年第一次來到洛杉磯發展的時候 曾經還因為沒有錢 只能住在自己的車上好幾個月 但他仍然堅持了下來 雖然不能說他是WWE最強的格鬥家 但作為一個摔角手 他所肅立著象徵著正義、忠誠、從不放棄的形象 一直以來都給了粉絲很大的支持以及鼓勵 他也是整個摔角店當中 最常做公益的一位摔角手 對於美國喜悅協會的統計 John Cena一直都是幫忙病童完成心願的最高紀錄保持人 在2016年的紀錄 他就去醫院探訪過病童超過460次 You can't see me We all com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We all do different things But we're in this room for one common goal And that's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dreams come true Here I am I'm normal I am I am 他總是不濟情想用行動去給予粉絲最大的支持 無論是為摔角界還是社會的貢獻 都是肉眼可見的 於是在 Are you sure about it?等兩年後 同一個製作單位邀請了John Cena來閱讀一些粉絲寄來的信件 這些信件來自美國各地 有的人正身處人生困境 有的人正遭受疾病之苦 但他們都因為John Cena鼓勵 以及那句 永不放棄一直努力奮戰到了這一天 My mom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And when she got her results I asked her What her results were And she said they were positive And I was crying And I was shocked John Cena's message helped my family Because I got his wristband That he gave to me And When my mom was having her six-hour surgery I gave her the wristband That I told her to never give up And She's now cancer-free It's pretty cool At a young age He has such great perspective It's really cool to see, man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Stop Stop My family Get over here The coolest surprise ever The coolest surprise ever 一樣的製作組 一樣的場景 但這一次不一樣的是 不再是John Cena給粉絲驚喜 而是粉絲們給他驚喜 Hi,John Not handcapped him He can be capable Because of your message Your mind goes to a dark place When you get injured Never give up And you know that I learned that from you Fell into a deep depression And I just given up on life I got back on my feet You showed me I can I owe it all to you John Cena 他或許不是歷史上 最強的一個摔角手 或許不是最會演戲的影帝 但他確實是一個英雄 他很珍惜他的粉絲 很愛他的粉絲 因此當他因為在宣傳文明關頭9時 引發了一系列爭議 還需要為此道歉 一直說自己犯了一個錯誤的時候 老實說老長老並不會想特別說他什麼 我反正覺得有點無奈 因為這個社會上矛盾以及政治的因素 就很會讓一位英雄低頭道歉 其實在很久以前 John Cena因為不滿巨石強身 丟下摔酒手的身份進軍好萊塢 有好一段時間 Cina都公開抨擊巨石強身 認為他忘了自己摔酒手的身份 而等到有一次 John Cena他經營了電影《大黃蜂》後 他才認知到自己的無知 他向巨石強身道歉說 對不起我錯了 要兼顧摔角以及演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拍攝電影的時候 演員是不允許去做任何其他事情的 因為你一旦違反了規定 像是拍攝期間假如鼻子被打傷之類的 就會導致整部電影的劇組無法繼續拍攝 而一部電影時常有著數百名甚至數千名的員工 需要這份工作來賺錢養家 然後他在看到John Cena他道歉的時候 就聯想到他曾經對巨石強身講過這段話 有時人的位置不同 肩膀上要扛的東西也不一樣重 所以當我看到這些時 我只想對他說聲 辛苦了John Cena 不管怎麼說 他還是創造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傳奇 以及名音 他存在了很大程度的豐富了許多人的人生 他娛樂了WWE的粉絲 娛樂了好萊塢的觀眾 更娛樂了愛看名音的我們 此等人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而這位傳奇的摔角名電影巨星 未來還會不會創造出更多名呢 老茶我個人是覺得 會啦哪次不會的 他可是 好啦還沒有按讚訂閱加分享 朋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我也話不多說 我要去吃冰淇淋了 大家掰掰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